真正学佛学大臣的人 知道 没有过 我们常常说 我们这个世间是一种相续 相似相续相 不生活 我们有 为什么我们有呢 大经里面所说的 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那有你 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不好懂 我们 从这个电影的底片上 能够体会到 这是从前电影的胶片 这个一张一张的是 幻灯片 在放映机里面打开的时候 投射到荧幕上 这是一张 叫当初出生 把这个镜头关住 就是当初灭尽 再放第二张 第二张又当初出生 马上当初灭尽 再放第三张 张张不一样 这个才叫现实的 时间 张张不一样 所以说是 相似相续 它不是真的相续 这个被现在科学发现了 那你看佛在三千年前 就讲得这么清楚 现在科学家才发现 而且呢 科学家发现就是 这个速度非常快 没有说出数字 就很快的速度 很高的频率 确确实实没有 这发现的时候 我不存在 是相似相续 它存在 好像是存在 实际上不存在 没有一样东西存在 这讲这都是阿赖耶的现象 在佛经里头 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的谈话 弥勒菩萨把数字说出来了 这个很厉害 那科学家现在 没提出数字 那么电影 我们看这个电影的底片 它在放映机里面的速度 一秒钟二十四场 镜头开关二十四次 就是生灭二十四次 不是当初出生 当初灭尽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这个数字 如果用秒为单位 一秒钟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一秒钟是多少张呢 一千六百兆 科学家上极快 没说数字 一秒钟里头 有一千六百兆的生命 你怎么能说用火呢 真的没有啊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现象在千变万化 实在讲 实在讲 就是跟电影 荧幕上变化完全一样 一个道理啊 其实很简单 会变化 会变成这么复杂 我当年也想了很久啊 想不出啊 忽然想到什么 过年的时候 我们做小孩的时候 玩的万化筒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万化筒 自己做的 很简陋啊 搞一个印纸 装一个筒子 里面放三片玻璃 剪一些碎纸 放在前面 随便有人 这个万化筒 做的很漂亮 我们自己做的 很简陋啊 你在里面去转 你去看里面的 这个变化 你转上一个月 找不到两个相同的 这千变万化的道理 我们懂了 原来很简单的东西 它并不复杂了 是在动荡当中 产生的幻觉 这个就是 社法界一个 医症专业 就跟万化筒 一个道理